歡迎又來到經典點上陸 今天跟大家說哪位球星呢? 首先說一宗近日傳得多厲害的傳會新聞 近日傳到拉芬拿巴西的進攻球員易峰或中場 將會接近傳會巴塞 列斯聯已經同意了巴塞的報價 同時間拉芬拿和巴塞的個人條件亦談得OK 即是說不日將會見到拉芬拿 舉起巴塞的球衣拍照 亦有傳說有新聞報導 這宗傳會幕後有一個推手 一手可以說是不斷無論遇到甚麼都 總之說頂住他頂住他頂住他 拉芬拿可以轉頭巴塞 就是經理人 這個就是拉芬拿的經理人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後面 這個經理人無論是車仔也好巴塞也好 正常來說兩隊都應該跟他 都是有冤緣的因為兩隊他也踢過 兩隊他踢的時候也為兩隊獲得冠軍 這個就是前葡萄牙中場迪高 現在就做了拉芬拿的經理人 迪高球員時代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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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員 大家都知道 踢過很多間大會 今天主角也只是想說迪高 1977年8月27日出生在巴西聖保羅州的迪高 其實小時候已經跟很多巴西人一樣 小時候就很喜歡足球的 17歲的時候加入了 周內一支低組別的球隊 叫做低組別聯賽球隊 叫做聖保羅國民隊入面的清分系統 沒多久後 就成功去了巴甲勁女哥連泰斯的青年軍 亦很快就展現了他的天份出來 升上一隊就出道了 出道後沒多久 其實幾個月左右 不夠一年 迪高就已經憑著表現吸引到 一些歐洲球探的注意 最終 其中一隊就是蒲超勁女 賓菲家 其實當初 迪高就對話 一隻公英俊 去歐洲 有一點疑惑 究竟行不行 有些人當然是害怕的 大家自己一個遠水路 後來 經另一個球探遊說 不行的 你可以的 可以的 不用怕 不用怕 去歐洲 令到你的球員生涯一定更精彩 所以當年只有20歲的迪高 就已經決定接受挑戰 在1997年 當時就決定家文這支蒲超的傳統競女 當然 只有20歲 亦剛剛初戰歐洲聯賽 當時迪高即是年紀上輕 來到歐洲之下 因為他的身形比較矮小 給當時 賓菲家的主帥 桑拿士 長期忽視 傳統英式蘇格蘭的教練 英式教練 只要大大份的 在中場就跟你撒球 小小的技術型 忽視 將他外借到 次級聯賽 蒲甲的球隊艾華卡 那裏就 叫做磨練一下 上一下陣 艾華卡的表現 挺好的 成為了球隊進攻重心之外 亦都幫球隊升上蒲超 以為在蒲甲的表現 可以打動到 奔菲家 回到 受到重用 頂你個費 又是桑拿士 亦都是 繼續無視他 甚至將迪高 用了 收購球員的交換條件 將他送到 蒲超中下游球隊 沙古阿勞斯 來到新環境之後 蒲高 受到重用 成為了球隊的中場主力 亦都 有很出色的表現 那麼 只是 季初 只不過在季初上陣那幾場 受到傷患 上不了陣 但是就憑著 季初上陣那幾場的好表現 亦都獲得到 一個就是 獲內斑霸 即是蒲超斑霸 波濤的垂青 在當季中 當季的季中 將他簽了回來 正式轉投波濤 好了 好了 其實之前在賓菲家 那段不快回憶的經歷 令到蒲高一道都懷疑自己 我來歐得正確的決定 是不是做錯決定 但是來到波濤 來到波濤之後 就覺得 一掃而空 因為來到波濤受到重用 更加逐漸成為了球隊 不可決的中場主力 012年度球季 迪高在歐聯外圍賽之中 可以說是大放異彩 即是帶領球隊進身分組賽 更加獲得當時 球隊主席馬茶道 將他和 法國球王斯丹相提並論 當時 法國迪高 只有23、24歲 將他和法國球王斯丹相提並論 當時斯丹是高峰期 到了2002年 可以說是迪高的生涯轉裂點 因為2002年是甚麼事呢 波濤請了一位仁兄來教 叫做摩連奴 的人 上任了 當球隊主席 摩連奴 爹地把迪高定位 成為了中場重心 再配合其他中場球員 文尼智 俄羅斯的進攻中場 阿倫尼切夫 巴西前鋒 迪利爾等 中前球員 幫球隊 製造了很多巨 威脅的攻勢 成為了進攻的 一條很高效率的進攻線 而那一季 迪高除了幫球隊 勇奪蒲超聯賽冠軍之外 更加帶領球隊進身歐洲足血杯決賽 甚至乎在決賽中交出一技助攻 被阿倫尼切夫射入 最終呢 就 帶領球隊在歐洲足血杯 3比2贏了 蘇超的版白 歇魯迪 獲得這個冠軍 之後一季 迪高可以說 在更上一層樓的表現 幫球隊成功衛冕聯賽冠軍 歐聯同樣創造佳職 分組賽又與王馬攜手出線 跟著淘汰賽先後淘汰了曼聯 里昂 拉霍露尼亞進身決賽 面對著另一支奇兵 當屆奇兵法甲的摩納哥 迪高在下半場更加進入其中一個球 最終呢 幫球隊 贏了3比0 勇奪這個 可以說懶滿形式 贏了歐聯冠軍 自1987年以來 球隊另一個歐聯冠軍 迪高更加 獲選為那場決賽中的最佳球員 甚至乎 那一屆歐聯賽事 錄得6次助攻 貫著整個賽事 所以呢 迪高在為波濤效力的5.5球季期間 在各項賽事上任了229場 入了48球 可以說是 即是波濤其中市場 其中一個 好出色好出色的中場 在波濤 取得佳職 杯就捧過了 又真正成名了 迪高跟陣中不少隊友一樣 成為被刮過的對象 結果在04年夏天 就被 西甲勁雷勒巴塞 以1500萬歐元 另外再加 葡萄牙易峰哥利斯馬做交換 成功簽入 來到老營之後 迪高被當時的主帥列卡特安排 擔任三人中場線的其中一個 希望憑著他的戰術執行力 傳送技巧和勤力的踢法 提高球隊 攻守運轉的效率 迪高也 迅速融入球隊 跟細哨 朗娜丁奴和伊道奧 這些進攻球員就變得很合格 組成了強大的進攻組合 加盟之後第一季就立即幫球隊 重奪失落了六季的 西甲聯賽冠軍 只有一季 迪高繼續高水準的演出 除了幫球隊成功 衛免聯賽冠軍之外 更加在歐聯 越戰越勇 更加成功晉身決賽 對著阿仙奴 在落後一球的劣勢之下 連入兩球反勝對手 雖然迪高沒有入球 但表現 也不差 最終 幫達瑞 成功繼92年之後再次奪得歐聯冠軍 成就了孟義這個王朝 當時的右勢哨 迪高 沙維 伊道奧 甚至是霧氣的美斯等等 被譽為真是第二隊的夢幻隊 計算孟一 這隊是夢二 只不過 高峰過後 迪高 只有一季 跟球隊一樣 表現都一樣下滑 細冠杯 又輸了給巴西國際體育會 屈腳亞軍 歐聯16強又輸了給利物浦 為免失敗 西班牙國王杯 四強子暴 聯賽又被黃馬 拿回聯賽冠軍 令迪高 他自己四年來 首次四大街空 之後一季迪高 一樣都沒有什麼起色 整季在聯賽之下入一球 聯賽再次屈屈黃馬之亞 歐聯亦四強子暴 連續兩季都四大街空 表現令人失望 到了08年 08年 巴塞又作出一些改變 列卡特尼隊 本身教B隊的名宿 哥迪奧納獲提升為一隊 出任主稅 哥迪奧納來到之後 除了重用一群在B隊 提升了一群有潛職的年輕球員 也重用了以美斯為重心之外 亦都清洗了一群正在走下球的球員 包括 細筍和迪高 迪高 在那年的夏天以800萬磅 加盟了英超的車路士 當時車路士 剛上任的領導任就是 大飛哥 史哥拉尼 前葡萄牙 葡萄牙的國家隊的主席 亦都是他當年提拔迪高 雙方顧劍重逢 在轉戰英超初期 迪高在大飛哥的揮下 其實表現是不差的 表現不錯 那麼 第一場 在衛球隊上陣的聯賽 對朴前茅夫 射入一技很精彩的遠射 拿到柱子入球 亦都 憑著出色的表現 獲選為8月英超最佳球員 只不過 力高 出色的表現 就維持不了很久 很快就 跟球隊一樣 表現得下滑 亦都令到大飛哥 季宗 因為 戰績不成功 就被辭退 換上 就是看守的領隊 希丁克 荷蘭 荷蘭席的領隊希丁克 只不過 希丁克 對迪高 真是 一般 雖然希丁克大領球隊 在那季 贏了捉獸杯冠軍 但是迪高在他的揮下 就得不到重用 而只有一季 雖然球隊也換了領隊 安拆落堤 肥安 但是迪高 亦都因為 年紀漸長 加上越來越多傷 亦都不是很多正選 受不了重用 最終都叫做 幫球隊在那一季 可以叫做 拿到聯賽 和捉獸杯雙鳥冠軍 到了2010年 迪高決定離隊 決定以自由身 重返巴西 巴甲競女 庫明尼斯 亦都曾經幫這支球隊 取得巴甲聯賽冠軍 在2013年 宣佈高掛球鄉 結束長達17年的球員生涯 迪高球會 都風光過 國家隊又如何呢 雖然迪高 是巴西人 但是大家都知道巴西人才 人才過盛 只在迪高的進攻中場位 本身同樣位置已經有什麼呢 即是同期的話 有 世哨 李華道 祖蓮奴 等等這些球員 令迪高基本上 雖然在波濤保持高水準的現出 但是長期都沒有得到被徵召的機會 所以決定在2003年2月 即是可以入籍葡萄牙之後 索勝 亦都在當時執教葡萄牙國家隊 前巴西主席史高拉利亞大菲哥 邀請並游說之下 決定了 反正巴西也沒有機會了 免費事等 索勝轉籍代表葡萄牙出戰國際賽 成為了史上第三名代表葡萄牙出戰的巴西球員 其實當時 除了波濤球迷表示支持之外 葡萄牙舉過上下 甚至乎蒲軍多名的主力 好像廢高 雷哥斯達等等 這些老大哥 都對大菲哥這個決定是表示不滿的 他們覺得這樣 就等同 扼殺了本土球員 的上陣 甚至乎入選機會 跟香港好似 香港也是一樣的 即是入籍兵的關係 但是大菲哥堅持幾件 在2003年3月 主場迎戰巴西的有賽 就被迪高後備上陣 第一次代表國家隊上陣 還在原本尺射入一個美妙的自由球 那麼 波安球隊2比1 贏回自己的祖國 也挺有趣的 感受應該也挺深的 對回巴西 是吧 亦都入了球 還贏了球 也是葡萄牙自從1966年世界杯之後 第一次擊敗森巴兵團 雖然是這樣 但葡軍上下 普遍都對他入選 就依然都是有微言的 當知道 迪高 入選了葡萄牙 在 2004年歐國杯大軍名單之後 陣中的主力 老大哥廢高 更加發表 他說 他真的是這樣說 如果你是中國 中國人 就請代表中國出戰的言論 那麼 去到這個位置 迪高都頂不住了 都要還拖 就以什麼言論回應 他就說 我是巴西人這個事實 改變不了 但是 我愛葡萄牙 和希望為葡軍 爭取佳職 作回應 而那一屆賽事 葡萄牙就東道主身份出戰 其實第一場 敵高就是被擺在後臂 大飛哥也懂得做 上半場 就排了叫做 人人 每位球迷都認為最佳的陣容 包括就用雷哥 斯達 古圖 廢高 這些高峰易過的黃金一代 都是擔正 結果整個上半場 受制於希臘的緊密防守 嘩 完全是表現得霧氣沉沉 開球沒多久已經落後了 終於到了半場的時間 大飛哥又載出調動 以敵高和當時初出茅路的斯朗 入替雷哥斯達和森曼奧 雖然最終爆懶1比2輸球 但是 下半場的表現明顯比上半場好很多 所以自此後 由第二場開始 敵高取代了雷哥斯達成為正選 幫球隊一直過關慘將 出之在分組賽 審明出線 亦都在 8強的時間 淘汰了英格蘭 42馬 然後4強淘汰荷蘭 最終進身決賽 只不過決賽 可惜又輸給希臘 屈他壓軍 去到06年的世界盃 迪高 當時已經成為了國家隊主力 已經沒有那麼多人出聲 已經失敗了 分組賽對伊朗射入了一球 幫球隊2比0贏了對手 16強 對荷蘭 當然16強對荷蘭 就是最令人深刻 因為那場球是世界盃史上最多紅牌的賽事 迪高是其中一個被俗的球員 球隊也贏了一球進級 最終 葡萄牙 獲得了電軍 亦都是 可以說是66年後 在世界盃最好的成績 然後 08年的歐國盃 迪高 在分組賽對置開始入了一球 最終幫球隊進身8強 但8強輸給德國出局 去到10年的世界盃 迪高 已經不再正選了 只不過 在分組賽第一場對荷蘭射上陣 然後就沒有再上陣 球隊亦都16強止步 最終 迪高在 這一屆賽事後 宣佈退出國家隊 這幾年來 由03年開始7年來 為葡萄牙上陣 之後 上陣過75場 入了5球 論技術 司職中場的迪高絕對是好球 雖然只有1米74的新高 但跟傳統巴西球員一樣 有著很純熟的腳下功夫 盤 傳 空 射 都很出色 他有很好的閱讀球賽能力 以及場上視野 還有最重要的是 後上的進攻能力也很強 也善於處理自由球 他亦比同位置的巴西球員有些不同 就是他那種很勤力的踢法 走上走下 即是有一點 也有一點是類似 Boss to Boss 再加一些playmaker 打下去的 經常在場上作出走動 走位配合 可以說是一個踢法很全面的中場 掛香之後 迪高就除了在巴西 經營了他的慈善團體 就是他成立的慈善團體 讓低下階層的小朋友都可以得到足球訓練的機會之外 也成立了一間足球經理人公司 最主要是甚麼呢 就是想為了國內的巴西球員 鋪橋踏路 去歐洲聯賽效力 那麼 當然啦 拉芬娜就是其中一個了 就是他其中一個客人 最近 拉芬娜租會去巴塞的這單deal 正正是迪高 即是要跟巴塞合相 所以呢 亦都因為這單deal 令到大家看到 以為是迪高 啊迪高 迪高亦都可以說在夢儀裏面 即是蒲國歸法中場可以說 在夢儀這對巴塞裏面是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OK 好啦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朋友麻煩 放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 這個youtube channel 下面的description有連結可以按進來 加入TG Group 跟我們說一說球技能 不想愛足球的關鍵 都可以 上次就是followIG 好嗎?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